美国总统川普说有关他想将国务兄弟立心逼下台的报道是假新闻 川普在星期五发推话媒体一直在揣测他是炒了雷克斯 替立心或者克气他很快要离职 假新闻他不会离职 我们虽然在某些议题上有分歧 我是有最后的法令权 我们的合作很好 而美国是再次受到高度的尊重 星期四新闻媒体引述行政当局高级官员说 川普总统几个星期内有可能任命中央情报局局长 默克·蓬佩奥取代蒂勒森 但是白宫和国务院都否认这个消息 在星期五九早时候 蒂勒森和利比亚总理法耶资·薩拉杰一起和媒体见面 他被问到有关白宫希望他辞职的消息 蒂勒森简短回答可笑可笑 即是四在国务院的例行新闻会上 内阁换人的问题成为了主要话题 美国务院发言人洛伊德说 蒂勒森镇定自若继续做自己的工作 包括下星期按计划访问欧洲 与北约领导人与北约外长会面 但他亦的确一再重复说 国务卿凭着总统喜好效力 按照美国的制度 如果总统不喜欢他委任的某位政务官 随时可以让他离职 星期五 蒂勒森在国务院会误了利比亚总理萨拉杰 然后与总统川普和国防部长马蒂斯在白宫共进午餐 中文字幕参加